好了同学们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例题四 例题当中一共给了大家四道小题 那么要求大家去计算这四道小题 那么这四道小题非常显然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小数乘以小数的法则 那么下面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做一下计算 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道小题 小数在乘以小数的时候我们刚刚一再强调 大家仍然可以把它当作整数来加乘 但是注意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去数它的小数数位 是不是 那么你看0.11去乘以0.9的时候 我们巴不得让它是11乘以9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写成11乘以9的话 注意后面我们需要去除以多少才行 应该要除以整整的1000 是不是 错了不是100是多少是1000 为什么这儿是一位小数 这儿是两位小数合起来一共是三位 是不是 那么三位小数的话应该是除以整整的1000 那么除以多少不要紧 待会我们数小数点就行了 是吧 来大家看 11乘以9的话得到一个99 除以1000小数点应该向左去移到三位 是不是 那么移动三位的时候 大家看12 然后不够了 不够的时候怎么办 老师说过 可以补0站位 是不是 所以补上一个0以后 在这儿加上一个0点 那么答案应该是0.099 是吧 好 那么第二道我们来做一下 第二道小题看上去比较复杂 是因为这个数好像比较的大 是不是 那么仍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4124去乘以我们的8 那么4124去乘以8的时候 大家可以算一下 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来算一下 4832 28这是16 那么这是19 18得8 这是9 4832 应该得到的是32992 对吧 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东西对不对呢 肯定不对 他需要去移动相应的小数数位 那么大家看一看 0.8是1位 4.124是3位 合起来我们需要移动几个小数点 需要移动几位 4位 是不是 那么拽着他移动4位 可以看一下 1234 注意一定向左 向左移是4小倍数 是不是 那么我们能得出答应该是3.2992 是不是 那么这一步呢 老师在这直接给大家写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写算式的话 写托式的话 写成这样比较规矩 是吧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前两道小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三道小题 第三道小题 1.42去乘以3.2 再乘以一个0.2 0.1 那么姑且不如我们先来列一个数式 可以打一下草稿 我们需要去计算的实际上是142 去乘以我们32的成绩 是不是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答案应该是4544 是这样吧 对不对 你可以稍微算一下 那么4544 显然也不是我们要要的答案 那么最后一步 我们涉及到要去数它的小数点 是不是 这里边小数点就有点多了 大家数数一共几位 这儿是三位 这儿是一位 这儿是两位 加起来以后一共整整的六位 是不是 那么六位小数的话 大家看一看 从这儿开始 是我们拽着小数点往前移动六位 一二三四 这只有四位 差了两位需要补几个零啊 补两个零 补两个零啊 非常好 补上两个零以后 前面再加上零点 大家看这个数就非常小了 应该是零点零零四五四四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题目算到这儿以后 咱们就可以结束了 关键的一步 大家正自己去解决一下 数式应该不成问题了 是吧 五年级了啊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三道小题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第四道小题啊 第四道小题当中 10.5再乘以4 再乘以一个1.25 我相信很多同学已经迫不及待 拿105去乘以4了 然后就开始接着往下写 是吧 但是你要发现一下 这个式子当中有没有哪些部分 直接结合起来是比较好的 刚刚前面的例题 老师悄悄的给大家讲过一个原则 说如果先能结合去凑成整数的 那么我们最好先凑整再计算 是不是 哎 大家看一看哪个 哪两个数如果乘在一块是可以凑整的呢 看看 4和1.25 4和1.25 4和1.25一乘的话 一结合 大家会发现 4乘以0.25应该是1 而4乘以1应该是4 4加1的话 这个式子得到的应该是5吧 是不是 所以根据乘法的结合率 那么我们知道 10.5乘以4再乘以1.25 其实相当于10.5直接来乘以5吧 是不是 那么当你得到了这一点以后 我们看这个怎么样能够巧算一下 根据我们乘法的分配率 其实大家可以把10.5写成10 加上一个0.5 再让它来乘以我们的5 如果你写成这样以后 大家会好乘的多 看 乘进去以后 那么这个地方是50 它俩一相乘 这是一个2.5 所以最后一合起来 同学们马上念出答案 多少 50 2.5 是不是 所以这道题目实际上要这么做的话 可以回避我们去数小数点的问题 于是你看到了凑整是多么重要啊 是吧 好了 那么这是咱们的例题四 稍微的去总结一下啊 大家在做小数乘以小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小数数位的数法啊 怎么样数 乘数里边一共有多少位最后的成绩 那个成绩是什么呢 是把成数都当成整数来成的成绩 对吧 那么那个成绩就拽着它的小数点 往左边去移动相应的位数 那么如果不够的时候 要用零次占位 而且不够几位的时候 我们就用几个零 是吧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最简单的小数乘以小数的法则 下面我们来看其他的题目 好了同学们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立体5 立体5要求大家把下列算式和正确的结果用线连接起来 那么这道题目综合考察了小数乘以小数和小数乘以整数的运算法则 好 下面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做一做 首先小朋友们老师问一个问题 这所有的算式和所有的答案其实有一定的规律 大家看出来是什么样的规律了吗 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些算式当中的成数 大家觉得它们长得像不像 非常像 是不是 左边这个成数总是625这三个数字所组成的 只不过有些是625 有些是6.25 有些是还有的0.625 是不是 那么右边这个成数也非常像 都是4的相应的倍数 而我们的得数也非常像 大家看全是25 2.5 250 对吧 2500等等等等 好 所以说注定了这道题 大家想想需不需要去把每个算式都算一遍 不需要 根本就不用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这些有关联的算式之间 实际大家可以预估出来 它们到了最后只是会差上相应的倍数 所以咱们只要推算出其中之一 再用它来推算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在这我们选择一个算式来算 来看一看大家想算哪一个呢 要是老师的话可能会选择算这一个 因为这个算起来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不然像这样的数位太多 对吧 像这样的乘数又太大 是吧 好 那么我们算一下 6.25乘以一个4 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去列数式也是可以的 或者用大家 刚刚老师教大家的那个乘法的分配率 我们把它拆散了也可以 是吧 那么为了灌输我们挑算的思想 最好还是拆一下 好吗 来看一看 6.25拆开的话 应该是6去加上一个0.25 是不是 让他来乘以4的话 那么我们看 根据乘法的分配率 可以把它分别搭乘进去 那么4乘以6 4.6应该是24 加上0.25去乘以4 太好算了 25乘以4应该是100 对不对 0.25乘以4的话 那么就应该是1 是不是 所以最后加起来 大家看 那么这个算式的答案 应该是整整的25 没问题吧 没有 得到了这个结论以后 我们来连一下2 第一个算式连过来以后 应该跟中间这个绿色的星 连在一块 那么它的答案应该是25 接下来我们来推测一下 其他的算式 大家看一看2 老师问大家 跟这个算式长得最像的是 第几个算式 大家看一看 应该是第 第几个 我看到你说了 应该是第2个 这个实际上按顺序数的话 我们可以叫它第3个 好吗 那么这个算式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它会跟它很像呢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乘数都是6.25 而第二个乘数它是40 而它只有4 所以大家 这个算式的结果 一定是第一个算式结果的 多少倍呢 应该是10倍 是不是 好 所以它得到25的话 那么这个算式就应该得到25的10倍 也就说得到250 所以这个算式我们可以判定了 它的答应该是250 是吧 好 接着再找看一看 还有哪个算式跟这两个算式特别接近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算式是不是跟第一个算式也挺像的 同学们看到了吗 第一个是6.25再乘以4 这个是625再乘以4 那么告诉老师 这个算式应该是第一个算式得数的整整 多少倍 100倍 是不是 那么第一个算式得到了25的话 这个算式应该得到25的100倍 也就是2500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把黄色的这个算式跟2500连接到一块 好了 那么最后剩两个答案 一个是2.5 一个是0.25 我们看一看剩下的这两个 首先剩下这两个 大家即使不算也可以推出来 你可以看得到哪一个的答案应该会比较小一些 大家看一看 应该是第几个算式 我们认为应该是最后一个 是不是 为什么你看一数就知道 最后一个算式当中一共是4位小数 而我们的第二个算式当中一共只有3位小数 是不是 所以注定了这个算式的结果应该是比较小的0.25 而第二个算式的结果应该是稍大一些的这个2.5 是吧 那么当然如果你想从第一个算式去推知他俩的结论 实际上也是完全可以的 好了 那么所有的算式都找到了自己相应的答案 那么这道题目咱们就讲解到这了 下面呢我们稍微的来总结一下 小数点的移动是小数乘法当中的精髓 怎样去移动这个小数点实际上就能造成我们的答案 要么扩大多少倍 要么缩小多少倍 是吧 所以整个小数问题的运算当中 实际玩的就是小数点的位置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小数点的移动 那么有的时候如果不足位的时候 大家要记住去补零来站位 那么有的时候知道某一个得数以后 再把这个适责稍微的变一变 比如扩大十倍或者缩小十倍 你要直接能从一个算式拆出另一个算式的得数 那么这都是需要大家去培养的一个能力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立体五 好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立体五 立体五说一个医学实验当中 医生把三十个人平均分成了三组 那么其中A组人是长期吸烟的人 平均寿命只有60.5岁 做应用题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个地方 到了我们高年级应用题的题目越来越长了 是吧 那么同学们要习惯用我们的笔 在题中去画出 你觉得非常重要的已知条件 这样在大家做题的时候 才能方便大家直接去寻找我们需要的数量关系 是吧 好 那么说B组人的长期受到二手烟的危害 平均寿命是A组人平均寿命的1.1倍 注意这句话简而言之 就是B组是A组的1.1倍 再来看下一句话 C组人几乎是不接触香烟的 那么平均寿命是B组人的1.24 注意了啊 逻辑关系是什么呢 B组是A组的1.1 而C组是B组的1.24 是吧 然后问大家B组两组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从这道题当中你能获得怎样的启示 好了 那么这道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数成语 小数的应用题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动手做一做 首先我们来列一列A组人的平均寿命 大家可以答得出来 A组人根据条件里边给出的应该是整整的60.5岁 这是他们的平均寿命 是吧 那么人家说了B组是A组的1.1倍 谁是谁的几倍 这个数量关系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B组是A组的2倍 那么B组就应该等于A组去乘爷 是不是 那么同样如果B组只是A组的1.1倍 当然B组也就等于A组去乘以1.1 是不是 所以我们写一下 B组如果想要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 那么就应该等于A组的平均年龄来乘以倍数1.1倍 是不是 所以这个计算一下的话非常轻松 大家可以列数式也可以不列 如果不列的话 那么可以把1.1拆分成1加上0.1的和 是不是 那么如果你用乘法分配率一乘的话 60.5乘以1还是60.5 而60.5乘以0.1的话 乘以0.1只是相当于缩小10倍吧 是吧 那么它会变成加上一个6.05 所以最后大家能够计算得的答案是60 6.55岁 这是B组的一个平均年龄 是吧 同学们看 老师用这样的方法一再教大家 巧算这种小题 原因在哪呢 如果你想用1.1乘以60.5 那么相当于11乘以605 你要去列个数式 还是很麻烦的 是不是 如果咱们采用这样简单的算法的话 其实可以完全的不列数式 也能得出正确的结果 而且大家算起来也比较的轻松和巧妙 是吧 所以这个方法希望你学一学 好吗 那么最后我们来算一算这个C组的年龄 那么根据题目的已知条件说 C组是B组的1.24倍 而B组我们已经算好了 是一个66.55 是不是 那么66.55的1.24倍 当然也就等于它去乘以一个1.24 是吧 那么这道题目如果想再用巧算方法 大家发现就比较难了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停下一小会儿 自己去列个数式算一算 等你算回来以后 我们会知道答案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82.52 52 是吧 82.5 22 有个同学算得非常快 是不是 那么这是我们C组的平均年龄 好了 那么三个组的平均年龄都算完了 题目问 问大家从这个实验当中获得了怎样的启示 大家明显看出来了 长期吸烟的人平均寿命最短 而接受二手烟危害的人平均寿命中等 而从来不接触香烟的人平均寿命最高 是不是 所以你有什么启示呢 咱们国家早就明令禁止 不许大家在公共场合去抽烟了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会发现旁边 不能说别人 比如说你自己的爸爸 爸爸有在外面抽烟的习惯 那么其实同学们可以上去稍微的做一下劝足 远离香烟既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别人 是吧 好了 那么这道题目做完了 我们稍微的来归纳总结一下 小数应用题的数量关系 与整数应用题是完全一致的 大家发现了 谁是谁的几点几倍 那么还是在元数上去乘于那个几点几 是不是 那么但是在计算的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去运用小数的计算法则 是吧 那么这是小数应用题 给我们的一个其实非常的简单 好了 那么这是咱们的立体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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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